觉有正也有不正的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正觉 那为什么我们要学习 在佛法里面首先要正觉 为什么呢 因为正觉里面 有无我 这个我用一般来讲 比较浅来说 就是说的你内心的自私自利 只要你那个内心的自私自利没有了 事情就容易办了 今天我们为什么学佛 功夫用不上呢 我们今天念佛为什么念佛不能得利呢 有一些人还没学佛之前还好的 学了佛之后好像很多烦恼 不但越学越烦恼 没有越学越快乐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的内心都是有我执我见的存在 就是那个我的存在 那个内心的我 因为我你才会有烦恼 因为我你才会有贪心 因为我你才会有称慧 因为我你才会有嫉妒 因为我你才会针对 因为我你才会不高兴 你会感觉厌恶 不欢喜 讨厌 所以佛告诉我们 你要先把这个我 先把它解决 因为这个我是你的病 就好像我们这是个身体 这个身体生病了 你要看医生 医生是谁 医生就是好像佛一样 佛告诉你 你要把那个病治好 你要把你这个我 一定要把它克服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病 不但身体有病 心都有病 而这个病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我执 我见的存在 因为有我嘛 你才会有烦恼嘛 因为你有我 你才会计较这个 计较那一个 所以佛告诉你 唯有无我 众生才会有能力 辨别真妄 对 什么叫做真妄 这个讲得比较深了 大家要 要好好去 去留意 什么叫做真妄 真 用一般来讲 你能够辨别 哪一桩事情 会带给你快乐的 你能够辨别 你能够辨别哪一桩事情会带来痛苦的 你有这个能力去辨别 哪一件事情我要避免的 哪一件事情 我要去面对的 这个就是你的能力 就是你的真妄 你有能力辨别邪证 怎么辨别 什么叫邪证 简单来讲 你今天走的路 是不是正确的 你今天走的路 是不是不正确的 你有这个能力去辨别 像我们五界里面 叫我们不可以什么 其中一条 不邪影 你今天能够好好学习佛法 你能够辨别这一条 邪影 会带来什么 不但带来将来家破人亡 会带来对自己的伤害 对别人的伤害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很多 你能够辨别 你今天你走的路 是不是好的 你今天走的路 是不是不好的 你有这个能力 还有你能够辨别是非 你能够辨别 这个是对还是错 我今天我的行为 我的言语 我的所作所为的 是对还是错的 我今天是不是害人 我今天还是帮助别人 你能够有这个能力辨别 所以称为什么 称为厉害 因为很多人有时候在言语当中 天天都在伤害别人 自己都不知道 甚至于很多人在行为上 每一天跟朋友处事待人去 天天都在伤害别人 你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释迦牟尼佛用简单给我们说明 你只要你的内心没有这个无我 没有这个设施之理的 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你的这个人生 所过的人生 你的生活 你的起居 所作所为的 你跟一般人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学佛 首先正觉很重要的 就是把你的那个我 只要有我的存在都是不好的 而且这个不好会带来自己 给自己能够生病 必须要把它化出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所以今天佛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的我见 你没有把它放下 你的自私自利没有把它放下 看破了 我们决定没有这个能力去辨别 无论你怎么学佛 无论你在哪一个社会上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地位 无论你在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永远不会有快乐的 你永远不会有幸福的 因为这个我的存在 所以在社会上 很多人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好事 以为自己修了很多的功德 是不是真的功德吗 是不是真的 是好事吗 我看不一定 我们要知道 尊敬的 很多人在哪里 修功德 做好事 很多人 看起来好像在做功德 好像在做好事 到最后呢 堕落在哪里 在山土 什么原因呢 都是事事而非 不是真好事 能够看得出来 不但将来不好 眼前都是不好 看起来好像是一桩好事 事实上都是搞是非人我 明文立扬 自私自利 贪嗔全满 这些都错了 我们的眼睛 好像看起来好像在做好事 这个人很好 哪个人很好 他是一个大好人 他真的是大好人吗 他真的是做好事吗 他真的是一个大善人吗 不一定哦 就好了 谢谢观看